人气剧宣谢晨熙刚刚结束了全球巡演 便转场到剧组投入拍摄 以为又有哪位明星来了是吧 那就是传说中谢晨熙背后的男人 金牌经纪人顾刘年 导演啊 整个剧组都找遍了 就是没找到秦晓这个怎么办 我们就先拍下一场没有他的戏 那就让晨熙稍微的辛苦一下 演员副导演是没看剧本吗 我的姐姐那可不是谁都能演的 对不起啊 哥你不会食用在躲着什么人吧 我擦 卡住了吗 完了完了 我错过拍摄时间了 我死定了 做人类好累啊 我真的希望永远这么沉睡下去就好了 我看网上说 醒来就有早餐吃 无论男女都会喜欢啊 通吃 力气居然这么大呀 肯定一天都玩不完 剧组粘的面积有多大啊 有一半那么大吗 演员是什么 剧组是什么啊 出名 很好吃吗 我怎么感觉我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呢 做人真的好难啊 守护王蓝是怎么做到的 都没被发现 你的那个 守护王 来地球多长时间了 如果要按地球的时间来算的话 十年 十年 十年都足够让一个人重新做人了好不好 就比如说身上有什么介绍啊 有什么特殊图案之类的那种 没有吗 我可以先找到普星在地球上的信息沿路光光 可是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老天啊 你为何对我如此不光 让我来到地球却不给我指定方向 我什么都做我的病好苦啊 我现在都真希望你是个外星人 你要是秦璇 这脑子都换成什么样啊 死定了 谢山西被一个十八线女演员给打了 秦璇你给我住了 秦璇 秦璇会动手打你 实在是太反常了 从检查来看 秦小姐的大脑 应该没有什么气质上的病别 离开舆论的中心就能缓解 刘烟飞雨对人的打击是残酷的 这个圈子在外人看来 可能是何真狗 但是也压力巨大 尤其是 处于上升期的人员 秦璇啊 你收拾一下 准备离开你了 我不能去 我是不会走的 唯一人做事一人当 我应该自己去跟谢山西道歉 你以为这是小时候 打碎了人家玻璃窗 说句对不起就完了吗 秦璇 你醒醒吧 原来嘴对嘴不是让对方闭嘴啊 这个嘴对嘴这样 不 这叫吻 知道吗 你这样对一个男人会产生误会的 明明知道秦璇喜欢你 为什么不表态 我不喜欢这种木头的人 他对我应该 只是粉丝对偶像的那种喜欢吗 你的意思是说 你不想让秦璇跟我好 你不是不喜欢他吗 我和秦璇 你和秦璇 你和我 你自己想吧 那顾流年也喜欢秦璇的吗 有两手他们喜欢你就够了 难道书彦 他也喜欢秦璇吗 喜欢就是喜欢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不要走那么迂回嘛 秦璇都不知道你为他做了这么多 太亏了 那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 我喜欢秦璇